再过几天,连接着中国昆明和老窝万象的中老昆万铁路将全线通车运营了 那么届时,乘着高铁从昆明至景洪仅需要三个多小时 到老窝万象也将实现当日通达 目前,中老昆万铁路国内段正在进行车辆试运行 11座客运站坊正在进行设施设备的调试和装饰、装修、绿化、美化收尾工作 中老昆万铁路共设有43个车站 国内段分别设俄山站、华念站、原江站、墨江站、宁尔站、普尔站、野巷古站、西双版纳站、橄榄坝站、蒙拉站和摩罕站11个车站 因为是国际铁路,旅客将实行两地两检的通关方式 到了墨汉口岸站,要先下来进行相应的边检海关的一个检验、检疫 然后再上到内车上 那么到了墨丁之后呢,还是要采取类似的模式 中老昆万铁路全线为一级电气化铁路 设计时速160公里,线路全长1000多公里 由国内段、老挝段两个区段组成 其中国内段昆明至玉溪线路已于2016年12月开通运营 新建的玉溪至摩罕段500多公里线路中 玉溪至景洪为双线,景洪至摩罕为单线 老挝段和国内段一样,也是按照统一准轨标准设计建造 铁路货运将不需要进行卸货换装 能极大提高货运效率和通关速度 公路运输的时效在2到3天 铁路开通以后呢,除了这个口岸作业的时间 我们可以实现24小时以内货运班列可以到达万项 6563记者报道